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那到底这个盘后面要怎么去看 我们还是要慢慢的跟大家去做分析 很多时候我很希望说 我的分析能够对你有帮助 但问题是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就是照目前的盘面该怎么走 我们一一的去做逻辑的推理 好不好我们来看 今天盘跌了240几点 跌超过200点 这真的是大跌 那今天一跌下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季线就跌破了 是不是 而且为什么说今天台北股市跌下 有了兵败如山倒的感觉 是因为今天台北股市下跌的时候 到收盘的成交量将近快2500左右 你看前一天在涨的时候都没有量 跌的时候就有量 这代表什么 那整个卖压都涌现了 所以就造就什么 今天那个跌的加速 跟涨的加速相比 你看上市跌1094加 涨128加 上跪跌700多加 涨100多加 有没有那种 兵败如山倒的感觉 应该有了 好那各位 既然台北股市这地方 让你看到出现下跌 而且是跌幅扩大 那我们这么讲 后面的盘怎么去解 那不用说了 那个趋势面不会变 什么叫做趋势面不会变 我们来仔细看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过 5月的风险会更大 那今天还不到5月 现在还不到5月 可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把整个台北股市 它未来的趋势应该怎么去走 我画给大家看过了 有没有你注意看 那时候我怎么跟他说 台北股市是不是走空 它要破2月份以来 这个景线位置区 差不多在15265附近 那你现在指数在多少 1538 15我们看一下 指数从这边来看 指数现在有没有破景线 现在还没有 是不是 好那我们注意看 那这个时间点 你就会造成什么现象 台北股市因为 它已经破了这个 短期的景线位置区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短期的头部已经开始出现了 是不是 那我说嘛 正式破月线 那月线后面就开始弯头了 是吧 你看嘛 这条月线开始下压了 这趋势不会变 是不是 这个月线开始下压 因为后面你整个台北股市 月线的成本都开始提高了 所以它月线开始下压 OK 好那再来 很多老师 我看昨天很多老师节目里面跟你讲 那个季线是支撑 这里要反弹 可是我怎么跟你讲 我说季线无法获得支撑 原因是季线的成本它开始提高 当你季线的成本开始提高的话 你认为季线怎么会是支撑 没错嘛 对不对 季线也失手了 对啊季线失手了嘛 是吧 好那再来了 接下来如果说这个趋势都没有办法扭转 我跟你讲 以这个结构来看扭转不了了 反而你现在预防什么 五月中旬附近的时候呢 月季线的死亡交叉 这会开始浮现 这个目前来看这个趋势也没办法扭转 那接下来呢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会不会破颈线这个问题嘛 是不是 那时候我有跟他讲嘛 五月十号要公布CPI嘛 如果CPI续征的话 那这个地方破颈线 我觉得那个是时间上面的问题嘛 是不是 好我们都跟他讲得很清楚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因为台北股市间价一跌下来之后 我敢说啦 前面跌的时候你还觉得无所谓 为什么 市长一堆 这个跟你讲那个什么军工啊 或最近什么探权 什么股票涨泥满都跟你讲嘛 所以你都没有知觉喔 但是今天全部都跌 而且跌很深嘛 是不是 现在有知觉了啦 那接下来就是 这条警线会不会破的问题嘛 是吧 那现在我要怎么研判 好那各位 我这样跟他讲啦 以这种趋势来看的话 因为五月十号才公布CPI啦 那我那时候我就跟各位讲过嘛 你看嘛 四月二十号我就跟他讲 应该是十号啦 那时候我昨天有跟他解释 我看错时间 小心五月十号的CPI 是压倒落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不对 那各位 离五月十号还有距离啦 也不用等到五月十号啦 我今天的测标就有写啦 就是说 废半如果续跌的话 这个时间点你就要注意喔 台北股市会提前走空 这是什么意思 那各位我们来仔细看喔 其实这些内容喔 我们在那个 我今天盘中的时候 我在Line X里面都有讲很清楚 你先仔细来看这个 这是4月25号嘛 今天啦 早上大概9点50分左右了 9点50分大概在哪里 台北股市还没有下沙下来 台北股市只是稍微偏弱偏弱 有跌一点点嘛 然后呢 我今天在我们Line X里面内容 我就说 这个地方你要开始从美股的结构 去看这个盘 我怎么跟他讲 我说 道琼离前高只有大概207点 高科技股呢 是稍微有破月线 那现在最弱的是什么 肺半嘛 肺半破季线嘛 所以你从美股的结构 你会发现到 是非电子类股 又于电子类股嘛 是不是 我们来仔细看喔 你看看 道琼虽然最近没什么大涨 可是离前高只差一点点 月线在这里啊 他没有破嘛 这是高科技股嘛 现在看起来 月线好像也要失手了 为什么 因为大概从今天是礼拜 今天算礼拜二 美股大概算礼拜一 大概在礼拜三左右呢 他月线成本也提高 所以呢 整个月线这个地方 目前看起来 有失手的一律战 但是最弱的是肺半嘛 对不对 肺半现在是破季线了嘛 是不是 那这怎么看呢 你注意看喔 今天我就针对肺半这一块 我来跟各位讲 到底这个盘 我讲答案 先讲答案 从以上美股的结构来看 台股的联动性 我相信 他的风险仍在 尤其是电子类股 风险很大 所以我说操作上 你建议你是尽量避开 好 为什么会下这个标 为什么我说肺半 这个力半如果再弱的话 台北股是会提前走空 好我们注意看嘛 你看喔 肺半跟台北股是电子类股 联动性最大嘛 对不对 而且也是在 跟台北股市的全职股 是最有关系的嘛 那你现在整个肺半的走势呢 他已经让你看到什么 月线是已经下压了 那你现在季线也失守嘛 但是未来的季线成本也全部都提高啊 所以呢 这两条线 他都会出现下压喔 好 那如果说你季线 如果说你整个肺半如果上不去 甚至于呢 他开始去往那个前低啊 就是二月份以来那个景线 开始去靠拢的话 那我问各位嘛 你台北股是怎么称 这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仔细看喔 4月14号的时候 早上9点23分 好各位 4月14号在哪里 在这里嘛 你看我放大 你看 当天台北股市还让你看到什么 盘中还撞新高耶 是不是 可是那时候我怎么跟他讲 我说 电子类股分类指数 4月14号那时候我跟他算 我说下个礼拜三 我就在上个礼拜三左右 他月线成本提高嘛 所以呢 下周就是上个礼拜的后半周期 他可以开始压力会加重嘛 是不是 所以你注意看嘛 这是电子类股分类指数 有没有从上个礼拜压力开始加重 有啦齁 好那各位你再注意看嘛 那电子类股分类指数 加重之后呢 你看 现在月线是很明显的就是下压嘛 那你既线这样位置在这里啊 可是破啦 对不对 好破了之后呢 那你再注意看嘛 到现在为止 整个电子类股的分类指数 你看喔 现在离二月份以来这个低点 我问你差多元 只差一点点啊 这还是1月31号 严格来讲这个颈线位置区应该是在这里 2月22号那个低点嘛 有没有 最低点呢714.6嘛 你看喔 现在714.7啊 电子类股有没有机会先破那个颈线 你几率很大啊 是不是 你看嘛到现在为止差一点点 然后要破颈线啊 那这个地方如果跌下来的话 代表说整个电子类股这个地方啊 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为止 全部都是套 全部都套 你一个跑不掉 真的你全部都跑不掉 对不对 好所以我就说嘛 如果你费成半导体再继续跌的话 我问你们 我们现在是用逻辑去推销嘛 我一直跟你讲说 我这样的逻辑推理 我哪一点是错误的 你可以反驳我 我跟你讲东西 这市场老师讲不出来 每天就是这个涨停 那个涨停 涨停都是他家的 这种东西你还要看多久 我跟你讲 那些老师他的程度 没有比你强到哪里去 那不懂啊 反正就是涨停都是他的啊 对不对 所以整个非人半导体 如果说这地方再跌的话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 你觉得电子类股会不会破颈线 不是几率很大 是一定破 对吧 所以我4月14号已经提醒你啊 电子类股的分类指数就不对啦 是不是 当电子类股的分类指数不对之后呢 你再仔细看嘛 4月18号我就跟你讲说 这里你要居高思维啊 因为后面的压力会开始越来越重啊 为什么越来越重啊 为什么越来越重 4月18号我在LINEX里面 怎么跟你讲 早上9点06分喔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啊 台湾50近期破月线 而且月线成本跟电子类股 分类指数是雷同的啊 所以呢 在上个礼拜有时候 本周后半周 就会开始出现成本增加嘛 对不对 所以你注意看嘛 电子类股现在我们刚看到了 你现在离那个前低差不多 但是我已经快破了嘛 那电子类股要破 你觉得台湾50会很强吗 没有啊 是不是 台湾502月份以来的低点 好啦 我们就算这里好不好 我问你嘛 差一点点啊 有没有 是不是差一点点 我再回头来问嘛 如果说 费神半导体这地方再往下跌 我问你嘛 电子类股分类指数一定是破 二月份来的低点 台湾50也一定失守 所以呢 我问各位嘛 台北股市有没有破前低的风险站 非常非常大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说 你现在不用去看那个 五月十号CPI怎么走 反正这段期间里面 你要保佑啊 费神半导体你不能再跌啊 你这一跌下来 让整个台北股市 二月份以来全部买进了全部套啊 是不是 为什么他说 这个地方如果说 二月份仅限以来 这就是走空 因为你二月份以来 这一段啊 整个融资啊 大增了将近快250亿啊 如果说这段跌下来的话 就代表说 这250亿你进场去买的 你全部套 到最后发生什么状况 融资断头啊 一定会发生融资断头的现象 我知道这样讲 你可能不高兴啊 可是这不是你高不高兴的问题啊 是你们看得懂 这个趋势上面的问题啊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每次高点 我都告诉你风险在哪里 我都叫你跑 可是你都不跑啊 像这种模式喔 去年一月份我也叫你跑 去年三月份我也跟你讲 后面还会继续跌 我也叫你跑 可是你都不跑 那我只是问各位一个问题嘛 你做股票做到现在为止 你是不是每次都高点 都是你在套 你有那么多钱套啊 每次高点你都跑不掉 我没有讲错嘛 是不是 所以呢我最近我也跟各位讲过 我说从去年十月份以来 这一整段的多头 我都跟你讲这里是多 这里是多喔 对不对 可是呢一直到四月 到了接近到四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跟他讲 我三月31号我就跟他说 多头延续到四月下去了 那接近四月中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不对啊 这已经到头部了 是吧 所以呢 这里第一档开始一路做多嘛 到这个地方我跟你讲 风险来了 是不是 同学们 我不是从一路跟你讲空 一路抢空喔 空大半年喔 我没有这样子做啊 今天一定空头老师会跟你讲 你看我们空什么大串 我可以跟你讲喔 如果你这里开始一路空 空半年的话 会员死的死逃的逃 你都没有会员了啦 所以你就随便他怎么讲 他要赚多少那随便他讲 没有会员嘛 随便他讲嘛 是不是 可是呢今天这一段以来 高点你没跑的到现在为止你死更惨 为什么 你注意看嘛 当时我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盘会叠什么东西 我那张呢 这里 你看嘛 我说什么 4月18号就跟他讲 那种区间盘头的电子股 他会开始走补跌啊 还有小型股这两天 有没有 4月18号就说这两天会出量 赶顶嘛 对不对 所以你注意看啊 这个盘 是不是走补跌 你看有没有走补跌 有没有走补跌 同学你注意看喔 这些股票 当初我第一档买 差不多接近到133块左右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嘛 我扣去给你看嘛 是不是 所以我第一档有买 我拉高有卖啊 卖掉之后我叫你不要买啊 你看现在跌价了 结果你还在拼命买 你看那个联电 从去年10月份我叫你买嘛 到53块附近的时候我就叫你卖掉 我说后面再涨都给你好了 对不对 这样一段50%嘛 这样有没有走补跌 有吧齁 很清楚嘛 低档该买你不买 拉高你拼命追 没有意义啊 我们是赚了50%下来啊 结果跌下来不关我们的事嘛 那你再仔细来看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你看嘛 一龙店 现在有没有走补跌 有了齁 好那各位 这些股票 当初我第一档买 拉高的时候我就叫你卖 有没有这一段30%嘛 前面这一段30% 我说最高点都给你 我不要了 结果你看这一段 有没有 是不是跌下来 那像这一类型 补跌型的个股最近真的是一堆 你看 不要跟我说你都没有 不可能 你看这些股票 是不是都跌下来 好啦不要讲这些个股啦 最近一些小型股也是一样啊 你去追看看嘛 追了就跌啊 你去追看看嘛 追了就跌啊 你去追看看嘛 追了都跌啊 我之前都跟你预告过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跑 我说我要怎么帮你 为什么我每次在讲盘的过程里面 我说你一定要看得懂这个盘 你才能够做得好股票 怎么样我跟你讲 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是保护会员为第一优先啊 什么叫保护会员为第一优先 如果高点你都看不懂 你怎么去保护会员 所以去年的高点我叫你卖啊 啊今年的高点我也叫你卖啊 可是这段期间你却不会相信我 为什么 因为每个老师都是拿那个掌停板的股票 来跟你讲嘛 一下军工啊 一下生计啊 要不然呢 什么探权啊 什么AI啦 全部都跑出来 对不对 那我问你嘛 跟你讲这些股票的老师 到现在为止一定是掏一堆嘛 没错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 掌什么他们都有 这东西我跟你讲过啦 我说 很多老师会在节目里面跟你讲说 啊你看我一组会员只有五档股票 可是我就看到有的老师就像这样跟你讲说 我一组会员只有五档 结果他一天买七档 这代表什么 那个组别一堆嘛 所以他就是东买西买东买西买 全部都买嘛 都把他买买 买了三十几档 那我问你啊 怎么搞的 讲的赚的你都没有 结果赔的你都有 到现在为止啊 很多个股啊你看嘛 像当初那个被动元件涨起来的时候 很多老师说被动元件就会大涨啊 可是现在跌下来了 股票不见了 被动元件涨起来的时候 一堆老师都说被动元件就会大涨 你看现在跌下来了嘛 你看这些股票 现在都跌下来了嘛 到现在为止这些个股 你看有没有走补跌 有吗 股票全部都不见了 这对你有什么帮助 你知道吗 这种现象让我想到一个状况 我记得八年之前的时候啊 头顾界很流行一个主别 什么主别 这叫做当股 什么叫当股 你现在跟我做 我把你的资金重压 我们重压一档 我让你大赚 这叫做当股的特色嘛 是不是 可是在八年之前 我所看到的状况是什么 当股只有一档喔 可是我看到的老师是 光是当股会员啊 就是那一组会员啊 起买二十档以上的股票 你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他会跟你讲啊 啊你今天加入的 我就给你一档股票啊 啊你明天加入的 我也给你一档股票啊 你后天加入的会员 我就给你一档股票啊 因为会员加进来的时间点不一样嘛 所以你加进来的时候 我就给你一档股票啊 搞到后面啊 当股会员二十几档股票 你不觉得这是诈骗吗 你想一下 我在这市场 差不多将近三十年 那种什么 那种什么诈骗的手法 其实我都看过 但是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的会员只有三组会员 就是一般的普特尊 好不好 就是投顾进来 最基本就是普特尊 因为把资金分大中小嘛 我们要从股票的那个价位 去适合你的股票嘛 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三组会员总共加起来呢 没有超过五档 所以你放心 你跟着我们做 我绝对是保护会员为第一优先 因为 我一直把你辛苦赚的血汗钱 当做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你高点你要跑啊 你又不跑啊 我会怎么帮你 去年高点也叫你跑 今年高点也叫你跑 那你都不跑 那你要去相信那个掌停都是你的 我可以跟你打赌啦 接下来这盘再弱势下去 他会说他连放空都大赚 不信我们看着嘛 OK 好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这波的操作 我跟他说过嘛 高点你要跑 对不对 那你也一定知道嘛 我一直在跟你讲航运类股 对吧 航运类股就我所得到的资料来看 我不是看好航运类股 我是非常看好航运类股 有关啊 从两年之前 长龙的上涨都跟BDI指数有关嘛 那你BDI指数要怎么涨呢 跟上海跟中国的运价指数也是有关的嘛 所以你只要呢 上海运价指数跟中国运价指数形成黄金交叉 BDI指数就有机会公 是吧 各位 我昨天上节目也会跟他讲啊 BDI指数呢 他已经开始黄金交叉了 他一个礼拜公布一次 上个礼拜再公布的时候还在黄金交叉 有没有 所以呢 会让你看到啊 BDI的指数呢 已经连续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这边上涨 然后呢 BDI指数现在离前高只差一点点嘛 有没有机会再涨 昨天还在涨 昨天还在涨 所以如果说从目前来看 整个资金的避风港 而且又具有保值的概念 因为它倍率费得非常高 所以为什么 我说在这一段 我去帮你抓资金避风港 我高点叫你卖啊 你电子过来的股票你就先卖啊 那你不卖我没办法 你走上现在的问题 你不来找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啊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建议各位了 找一个看得懂的老师来带你做 而且把你的钱当钱看的老师来带你做 会比较好啦 OK 那认不认同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提醒你 来到这地方 你跟着一起来到年底 我一路到年底 我稳稳当当的带你赚 好不好 50%服务你到年底 但是你会有限喔 欢迎你 来院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投顾肖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民衡有限额满皆知 书客专线 027810909 2781090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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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 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之间大敌 我知道大家心情都不是很好 不过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这个盘他会怎么去走 那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都在节目里面 讲得很清楚 接下来就注意会不会体检走空 就要看废半 要看废半 那你手上的个股 我认为不要让他摆着 就是说你赶快能处理赶快处理 最起码你损失不会很大 那如果说你先认同我们的方式 我一直把各位赚的血汗钱 当做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高点都叫你跑 对不对 去年也叫你跑 今年也叫你跑 那你认同我们的模式的话 欢迎你一起来 58伏到年底 年底之前让我带你 稳稳荡荡的赚 OK 手上的个股我一边帮你做处理 欢迎你来电咨询 明天见 拜拜 想了解最新排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肖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您很有限额满皆知 舒服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杯用水 从你我做起